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习近平的报告长一个小时44分 相比于19大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报告 时间上大幅缩短 专家们对习近平的讲话做出总结 首尔延师大学的中国和东亚研究助理教授鲁约翰说 鉴于坚持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清零政策 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压力 习近平的讲话对许多中国公民来说是自我辩解 他讲话的中心概念是安全 香港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认为 此次二十大一个重大变化是不再强调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 他说中共十四大到十九大 每次都明确把发展经济作为党的中心任务 这次没有提到而是强调全面发展 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商务暨经济董事讲座高级顾问甘思德说 习近平毫无歉意地为中国共产党 目前处理国内和国际一切方式辩护 习近平希望中共朝着美国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二十大后的人事安排也备受外界关注 江泽民 朱荣基 罗干等多名中共前常委 没有在开幕式现身 人们普遍预计69岁的习近平 将在围棋一周的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 赢得第三个领导任期 在大会10月22日结束后的第二天 预计习近平将介绍他的新任政治局常委 谁将接任李克强出任总理也备受关注 此次中共二十大是在海内外的抗议声中开场 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 北京出现四通桥横幅抗议事件 被誉为新坦克人的挂横幅者彭在周 反对中共现在的防疫政策 要求争取民权和罢免习近平 据悉他已被抓捕 相关视频迅速传遍海内外 中共则全网封杀消息 连日来海外声援声不绝 这也显示出中国民间对中共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反弹很大 中国经济也处于几十年来未有的低谷 有分析认为 二十大是一个民众信心的转折点 目前中共也进入一个大型危机频发的阶段 看不见未来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反对中共 直至中共解体为止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严峰 锐利综合报道